被席会才落幕没多久 中美又要因为这件事隔空交火 拜登一脸严肃正式考虑对北京冬奥展开外交抵制 这是因为美国认为中国大陆在人权问题上劣迹斑斑 虽然目前话没殊死但白宫发言人暗示美国不会只说不做 而共和党议员甚至希望拜登下重手 不过冬奥前全球媒体高度关注的是到底大陆网球选手彭帅在哪 CNN大篇幅报道彭帅的新闻 因为他从11月2号指控被前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性侵后就人间蒸发 这几天不少大咖球星跳出来关心 日本网球女将大阪直美发文希望彭帅和家人平安 还附上关键字彭帅在哪 美国退役球星艾福特则提及14岁起认识彭帅 还有前球后小薇也呼吁调查 18号大陆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赵立坚却拒绝回应彭帅的问题 你们以为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是万能的是吗 我建议你相关的问题还是你去问相关的主管部门 彭帅两个字成了敏感词 CNN报道相关新闻还被大陆直接断讯 只是同天大陆官媒CGTN又PO出一篇自称是彭帅 写给国际女子网球协会WTA的信件 上头又说没被性侵 也没有失踪 只是在家休息 但WTA怀疑这封信 因为根本没办法联络上彭帅本人 彭帅事件让WTA说重话扬言不惜撤出中国市场 取消2022年10场赛事以及直到2028年的WTA决赛 因为拿商业利益绑架体育或人权都是错的 国际体坛检讨生四起运动话刊记者写 问问苹果问问Nike问问NBA就知道 和中国做生意问题有多大 更别提有NBA球星 只因为批判中国就热上麻烦 中国大陆从李纳夺下罢网冠军以来 就让球团看见市场潜力 但像彭帅这样的事件明显踩中红线 连国际网球总会ITF都打破承诺 表示球员安全是优先事项 但北京除了人权受批评 冬季奥运还面临新冠肺炎挑战 不遵守这个防疫手册规定的 可能会面临着警告 临时和永久撤销注册资格 尽管大陆放话不遵守防疫将被逐出比赛 但这之前恐怕先遭到国际抵制 冬季奥运未登场已经出现种种阻碍 TV夜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